這是我到現在還是很後悔的一件事 正確就錯就錯 但你只用一句 多謝關心沒有回應 其實是沒有回應的 拍戲真的見得多 想不到現實生活當中 都有執包服走位的時候 用什麼執呢 原來真的要用紙箱 A4紙箱就是這個用途 走吧 Locker這件事真的很奇怪 放在這裡的時候 不覺得你不會吃 怎麼碰它 但到你走的時候 想想想 也有很多東西在裡面 講一下回憶 今天將近是我最後一天的日子 趁那張公司卡還撿進來 就收拾東西 然後就上去還賣 那張不公正等等 那就真正的離開了 這個時候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Locker 還有看一下我的Locker 一排二三十個Locker 猜不猜到哪個Locker是我的 這個Locker 都要回歷史了 這個同事都在這裡做了很久了 是不是以為是這個呢 我是第一代的Finbook主持人 我是Dickson哥哥 我還記得當時 很多小朋友會寄一些 聖誕卡 明相片給我 我想說有一兩張刀 但這個同事都應該是新的 Finbook天地 都是經歷過幾代的主持人 Lena Hello Lena Dickson Yo sir 我想問問你 你的Locker是否503號 我忘記了 但我Locker有一個Thing Big貼紙 星空下的人的貼紙 是在鋁廁外面 沒事了 我剛好在這裡收拾我的Locker 你走嗎 這個時候 都要帶大家看一下我的Locker 登登登 498號 青春不了年 是我第一套的男主角 亦都不希望是唯一一套男主角 所以希望將來還有機會 開Locker 先拿回鎖匙 好像有這些很刺激的感覺 這個就是 不用說了 我最喜歡球隊的隊長 大家都沒有興趣 這張 就是我入行第一張拍攝的 Portfolio的照片 這個頭 我還忘記 弄了很久很久 現在看起來好像七年前都 唯一一件事沒有肯定 就是沒有弄得用 我想說這條法令文的東西 很多人都叫我打走它 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總之我不想弄得用 所以到現在還在這裡 我笑給大家看看 第一張留位紀念 這個就是 剛才我說的 Fing Big以前有小朋友寄了一張卡給我 這是我當年主持Fing Big的時候 一句魔術環節裡面 我會說的話 不是說我招職 魔術我最出色 很威風 這些不是有寫稿作的 這些是我自己隨便說出來 都想不到七年之後 我是沒有進步過 熱淡 每個過去的東西都是過去的 拜拜 這件就是2016年 在巴西利約奧運的Tuby風樓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既然是最後一次 那就不如再多它一次吧 我剛好主持完Fing Big 那時候也沒有特別大的工作經驗 更加不要去過其他地方採訪 所以其實那次去之前 很看過他 真的很緊張 睡不到覺 因為你在我的腦海裡 盤算了很多不同的情況會出現 你看到飛鼻師的時候 究竟你第一句問他什麼 如果他不管他 你會不會拿著咪咪再追著他 想了很多七百幾十萬個場口 誰知道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了 不過當然也好 我也想了很多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算是做直播的訪問 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還有說明明 澳門的賽車 做直播 你會看到很多時候 主持人會帶著一個耳塞 其實就是用來 讓導演和一個主持溝通 2014年 第一次做直播的時候 我坐下來 你沒有經歷過 你真的會不知道 但你可以幻想一下 當你在思考的時候 同時有人在你右邊的耳塞 跟你說 還有30秒 然後我認了他 噢 真的很醜 我想說這件事 很多很有經驗的前輩 他們處理得很好 經過七年之後 我在剛剛經過的奧運 我現在也不會再犯這個錯誤 這七年來 我還是有一點進步 然後再收拾裡面的東西 你看到的顏色 已經有回到的事 2014年世界盃 就是我轉為幕前的第一個工作 我本身是做幕後 我本身是一個體育記者 這是我拍的第一部劇集 沒有我的公仔 其實我每一部劇集 都有留一樣的紀念品 去紀念自己拍過那部劇集 人生第一次拍一個有角色的劇集 也很感謝陳櫚冠監製找了我 又是找了我做我最拿手的游泳 所以當年大家一認識我的時候 就是看到我穿著泳褲 在游泳的那一幕 就是花世代的劇集 哇 這些台慶的稿 我想今晚我的腳都累 所以我先坐下 這年我是跳舞的 不過其實說真的 每年都跳舞的 我有哪年不是跳舞的 最重要是看不看得到我 也不是很看得到的 我有一個特出的地點 因為我跳舞經常跳得太差 台慶 就是大家都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可以做一個完全不同的自己 我每次都會找一些 特別得來有襯我自己的衣服 即是紫華神都說過 撞山是嚴重的撞車 我最近我的青春不要念 這個是玩遊戲節目 留下一個名牌 這個就是TVB2016年的月曆 這個是我第一次有反映月曆的 但是當然現在TVB weekly 都已經沒有了實體版 所以都沒有人再出月曆 好了 短短的十多分鐘 就已經清空了這個房間 不知為何突然間 都有一些傷感的感覺 嗯… 救的人不去 新的人不來 所以就再見吧 我帶大家來到拍照的現場 為什麼今天我會來這裡拍照呢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再加上就是舊的照片都不能用 所以就要拍一批新的照片 這次也是一個突破 因為沒試過拍一些光影的照片 或者很多不同顏色的照片 都入行那麼久了 都七八年了 嘗試一下吧 要不然就真的 只能說我輸了 OK 沒有版權的了 不能再唱下去的 不過說真的一句 這個影片看到這裡 我都有些認真的想分享一下 其實你看這條影片也知道 很明顯是一條回顧的影片 所以前面那些都是前菜 現在氣動了 不是認真的 我2014年5月的時候 就正式簽約成為一個藝人 究竟這八年來你做過什麼呢 我都試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一開始我做過兒童節目的主持 其實要應付一班小朋友 他們的活力動力都不容易應付得到 但我算是綽綽有餘的 體育方面其實都去過奧運 冬季奧運 我殘疾人運動會 還有廣播 差點忘記自己也有廣播佬 飲食節目我也有做過 旅遊節目我也有做過 遊戲節目也算是少許代表作 至少在YouTube流行的分析片 也有些人看 差點漏弱 我還有拍過劇集的 雖然不多 很開心 最後遇到青春不妖臉的榮仔 這套劇的確是 我自己很盡心盡力去演 同時間就是致景 道具 服裝 髮型等等 全部都是帶大家回到八九十年代 都是一套誠意之作 所以我覺得這八年來 是沒有白過的 雖然沒有代表作感 但至少每件事都試過 最重要是盡心盡力做過 其實我每一個決定都是 很相信我自己 還有這麼大個人 你選了這條路走 你就要有能力去承擔這件事 唯獨有一件事就是 都更加於懷到現在這個時候 話說當年就有個人走出來 就說我媽媽跪求了她很久 所以她決定免費幫我點燈 這件事一出了之後 很多記者朋友都打電話來 WhatsApp我問我發生什麼事 首先 我自己和我媽媽都不認識這個人 而在我們認識的人裡面 都沒有曾有人嘗試接觸過這個人 當年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是很想站出來的 但公司認為最好的回應方法 就是不要回應 有得她過 遲些就沒事了 所以最後他們就說 你用多謝關心 我沒有回應 去回應這件事 但其實我不明白 為何要當沒有件事發生 正確就正確就正確 如果我是有的 那我便說我是有的 我便承認了 如果你現在這樣去回應 其實不是會導致到 很多人都有喘測嗎 但我們當初做這個決定 有沒有想過那個影響 其實是會一直延伸到四五年之後 甚至乎其實這件事是 根深剃固入了別人的心 她永遠想起 我都會想起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當初一句沒有回應 就變成現在這樣 但也不要緊 因為做得這行的 說真的 吃得鹹魚抵得學 你都已經預料了別人說你 但我媽媽出外出的時候 其他人會怎樣看她 她幻想到她真的 鬼道求那個人等等 其實無言中 完全傷害了一個 不是這行的人 但是 我是沒有做過 去修補這件事 說真的 到這一刻 很多人的心目中 我依然能夠坐在這裏 就是因為我媽媽 能夠點燈續命 但其實 最主要要感謝的 一定就是我在球場上 跟我同隊的那位護士 因為她在急診室做開 所以她有幫我做適當的治療 之後有醫生的團隊去幫助 再加上就是 大家當時都有幫我集氣 這個是重點 八大型男來說 這件事是關我鬼事的 就是這件事 我還很記得 那一天早上我起床 已經是一時多 起床第一件事 不是喝水 都不是阿尿 一定先去看電話 看很多訊息 很多獨特的彈 通常這樣 都一定是有事發生的 否則不會有那麼多人找你 然後一看 有些這樣的事 即是說真的一句 是何德何能 不要說全球 你全港 港島 都差點未入到樓 所以基本上我是很清楚 我是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 你以為我沒有看留言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怎麼想 一看那些 永遠未睡醒 那個樣子快要死 有眼耳口鼻 都算得了 那些 其實我全部都看完 但是 當然我都要想 究竟這件事是甚麼玩法 你知道我都玩狼殺 我都會有邏輯的推理 所以我就盤一盤 以一個都快離開的人 肯定不會是公司課金 對他沒有好處 對我更加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好處 到下一步 會不會是狼人自刀 但是很明顯我發誓 一定不是我 也不會是我媽媽有貴球 好了 下一件事 就看看Telegram的群組 如果是粉絲幫你課金 可能他會告訴你 但是又沒有關係 又沒有人說過 那究竟 999垂市兇手呢 直至到今天 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個提名我 不如這樣 如果真的是你的話 你就留言告訴我 等件事水落石出 即是只有一個G字 不過 又認真說 暑假完了 所以大家都要開學 很多學生們 每天都要檢測 可能都需要很多的檢測包 我覺得 可能將焦點 放在一些有需要的人身上 好過幫我製造一宗笑料 如果你是由頭開始看電影的 多謝你 因為這份就是我的CV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合適的工作 可以在這個電郵和這個電話 和我接合 相信短時間之內 都未必會在電視上再和大家見面 但是我都會很用心去努力 繼續拍我的YouTube影片 在IG、Youtube都會和大家繼續見面 希望很快可以在其他平台見到你們 不是 見到我 哈哈